針對溫朗東先生 他昨天晚上在臉書上 他用發問的方式 問說是不是我 在多年前 在我父親的陪同之下 去做病疫的體檢 然後暗示我說 我就特權免疫 那我在這邊要正式做一個回應 首先 溫朗東先生他非常不負責任 他用發問的方式做飲食 本身 溫先生他沒有提出任何的證據 證明我父親陪我做體檢 他也沒有提出任何的證據 說我是特權免疫 但是我在這邊要負責任的告訴大家 溫先生他講的 不僅毫無邏輯 毫無證據 而且也不是事實 以下 我會出示六張完整的資料 來跟大家解釋 我當初為什麼可以免疫 第一張資料 這個是三軍總醫院 在民國98年 1月16號 由蔡建松醫師做的診斷 診斷我的右小腿 就在這個位置 有一個 動靜脈的血管瘤 它會讓我沒有辦法 正常的運動 不然不能久戰 不能奔跑 不能游泳等等 所以他是符合 運動功能障礙的免疫體位 附帶一提幫我做診斷的 蔡建松醫師 他是目前的軍醫局的局長 第二份資料是 因為兵疫的體檢 他必須要做兩次 他才能證明他是免疫 第二份資料就是 溫朗東先生的案子 我在高雄農民總醫院 所做的復檢 我確實有做這次復檢 但是我要再強調 這次復檢我是自己去的 而且醫生 同樣做出來的診斷是 我的右小腿有動靜脈瘤 會造成運動功能的障礙 這個診斷是在 98年的 大月 所做的 這是正式的兵疫復檢 這個完整的資料 各位媒體如果有需要 我會後都會提供給大家 第三張資料是2009年 當時的屏東協政府 在收到這些檢查證明之後 他們所做的判定 依據兵疫法第四條跟第三十三條 判定我為免疫體位 就是不用當兵的意思 現場曹吉隆 跟當時的兵疫處 所發的證明在這裡 同時 雖然這事關我個人的隱私 雖然溫朗中先生 沒有提供任何的證據 雖然我認為 我不見得要解釋那麼多 但是我還是負責任的 公佈我個人的病例 我在2009年 所做的核磁共振造影 這裡清楚地造出了 我的兩個小腿 這個是我的右小腿 這個是我的左小腿 這裡 就是我血管瘤的位置 這是正常的小腿 這是我有血管瘤的小腿 這個瘤到今天 都還存在我的身上 我在上個禮拜 也做了一次體檢 體檢的片子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兩個小腿的大小腿 就明顯的不同 醫生告訴我說 這個瘤它沒有辦法 透過外科手術移除 它如果要移除的話 它必須要把整個肌肉跟血管 一併的移除 你可能會比現在還要慘 就是你的敵人 會連行動走路都會有困難 那不只是不能運動 連正常的行走都會有困難 這兩張核磁共振 也給大家看 這個瘤有多大 它的大小是 13.4公分 乘以9.1公分 乘以2.7公分 大家可以稍微比一下 它就長在我的右小腿 以上 是我當初不能夠當兵的完整敘述 我不知道溫朗東先生 這樣子明白了沒有 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夠提出 具體的證據來 如果不行的話 我必須要很正式的告訴他 他在臉書上這樣子的發問式的質疑跟指控 傷害我的父親跟我的名譽 那我希望他能夠正式的向我道歉 我也希望被他誤導的人 能夠不要再以而傳而 讓謠言止於自責 謝謝 那這個委員那個 好像因為這幾天都一直在跟論戰 然後也扯到這個瘋 和你扯到這個兵役的瘋 不會覺得委屈還是怎麼樣 我不會覺得委屈 因為公眾人物本來就應該 要接受大家的質疑 只是我希望質疑 要本於一定的基礎 那我今天面對到了 一個毫無矩陣的質疑 我也負責任的把資料提供出來 那我希望大家也可以看到真相 謝謝